鐵龍哥 東東還沒有登場 馬斯克跟祖克博社群站已經先開打了 Meta正是為IG要請教挺好 他們推出文字版對話式的APP 為什麼大家會說它是Twitter最大的一個殺手 為什麼 因為它的服務內容 或者它的APP的屬性 幾乎完全跟Twitter一模一樣 但是Twitter最近因為它有藍勾勾的限制 所以基本上你是要必須採取訂閱服務 才能夠有相對的服務 但是Meta這一次所出爐的APP Treads它本身4小時內500萬名用戶 基本上它現在連廣告都沒有 Twitter滑一滑還會滑到廣告 所以導致有大量的用戶開始轉入 尤其它的操作是非常之方便的 你只要用自己的IG帳號 一轉馬上就轉過去了 所以基本上它跟IG的操作方式 幾乎是一模一樣 同時間你在IG本身既有的社交圈 是直接轉過去的 就是代表如果你的好朋友 如果也用這個APP的話 它可以直接追蹤 你的好朋友如果追蹤 你也可以直接拉過來 所以早上我就辦了 真的滿好用的 跟Twitter非常非常的閒 很多年輕人都用IG 我們說一個好的產品 要怎麼樣才能夠獲得年輕人的青睞 就是老爸老媽都沒再用的 軟體就可以了 你知道最近幾年 老爸老媽都一定有臉書了 都用臉書 年輕人用IG 要關注自己的兒子女兒 所以最近那個老年人口使用IG的比例也非常高 那開始加入 那大家很害怕 然後害怕馬上就來用新的APP 趕快逃 但我們可以了解到 Meta這一次IG所推出的新款的應用程式 程式Twitter它的整體的效用 其實跟Twitter其實是非常之相近的 那它最長500個字元 那訊息回覆或轉發它的訊息都跟Twitter非常類似 但同時它也可以分享連結照片和5分鐘的影片 Twitter如果你要放長影片是不行的 但Straight可以 可是我們這個時候就了解到了 如果從資產價格的角度回調 好像這一輪的推出的確是有那個很明顯的造勢的感覺 為什麼 因為臉書股價今天漲幅從最低點攤起來 攤了240% 非常之驚人 那臉書我們都很清楚 過去一年一推出元宇宙 馬上股價就開始下跌 所以這一輪大家就在猜 到底是AI救了股價 還是資本准結救了股價 還是因為這一次穗星所出爐的trades救了股價 或者人家有說是不是詐騙廣告救了股價 我們都很清楚 臉書的使用人數是不斷在下滑當中的 事實上我們可以觀察到 如果是以青年人口 也就是35歲以下的年輕人 最喜歡使用的軟體在美國市場當中 第一個一定就是Snapchat 再來就是抖音 再來就是IG 臉書的比例 老實說連IG的10分之1都沒到 對 所以臉書目前在美國的新年人口使用上 它有一點類似像是大陸的微博 它是明星專門拿來做一個相對公告訊息 或者追星用的一個正式的軟體 事實上我們可以觀察到 30歲以下用戶使用的臉書的時間 正在高速滑落 對 也一直在調 13到17歲幾乎都不使用了 我們也可以觀察到 由於這種明顯人數的下滑 也導致廣告商的意願開始大幅下跳 所以大部分的廣告都被YouTube的Google給賺走了 臉書反而不斷在下行當中 所以我們繼續往下看 各位就可以理解到了 事實上臉書這幾年的轉型計畫是非常明顯的 你觀察到它在整個22年 二季度到四季度 都在明顯的營收年減率當中 也因為何 就是資本支出砸太多了 我們可以觀察到 當時在整個22年 整個臉書的資本支出大概就192億 21年192億 22年來到320億 去年因為要推元宇宙大幅的資金投入 結果直接導致資本支出過高 那景氣在2023年進入到下行週期 導致它的整個財務狀況 表現並不是特別的理想 所以怎麼辦呢 只好受生 那要怎麼受生呢 把部分的元宇宙部門的人口開始給拆掉 所以你觀察到 臉書在22年大概有8.7萬人左右的員工 現在來到7.6萬人 拆了大概1萬人左右 8分之一給拆掉了 那你也可以理解到受生成功 是這一波股價拉抬的最重要的原因 但是臉書目前的廣告商系統 能不能往IG或者Strax的方向來做前進 這反而是值得留意的 為什麼呢 因為IG人口的使用量 用戶人數也在下滑當中 所以這一次很明顯 它是想要藉由Strax 來搶佔其他的社交平台 可是臉書過去也很清楚 你永遠在搶這個市場的聚焦力 其實是不夠的 最終還是要推行元宇宙計畫 那我們就來觀察了 臉書資本支出在今年砍了非常多 如果下半年是有機會復甦的話 是不是隱含著資本支出即將要回歸 臉書到底是要以Strax 或者其他的社交軟體作為主軸 還是重新回到元宇宙呢 這個方向反而要先確認才對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來關注的是 閒修運現在拍板就是囤房稅2.0 那麼以後非自助的稅率會往上來調高 它的影響層面有多大 先休息一下 稍後來關心